- 大家好,我是外周,我是小龟。 - 今天呢,我們邀請到了一位房事分析師,Michael哥。 - 對,Michael哥。 - 對,Michael哥。 - 為什麼今天要找他呢? - 因為我們有一些問題想要請教他。 - 對,沒錯,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做, - 其實我們自己在做, - 做那種租客。 - 其實我們真的就是有點想要買房子。 - 大家都想買。 - 大家都想買。 - 但是雖然我們還沒有到可以買房子, -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看看。 - 我們是暫時還沒有預算。 - 每一次我們暫時還沒有預算。 - 講得非常好,暫時還沒有預算。 - 但是我覺得人要有目標。 - 那因為呢,最近我們就是在, - 我在五九一看到就是, - 有一間房子。 - 對,在永和。 - 然後有一間房子, - 誒,又有那個。 - 有停車位。 - 對,然後它的那個裝潢是中檔。 - 三房。 - 對,然後是中檔裝潢。 - 就是它其實就是非常的乾淨。 - 最重要是價錢。 - 對,價錢我覺得很合理。 - 而且還有電梯喔。 - 有電,你看喔。 - 有電梯。 - 算了算那一間是二樓啦。 - 對,有電梯、三房含車位。 - 這種,這種價錢通常都落在哪裡。 - 又有捷運。 - 對,又有捷運。 - 它在捷運。 - 如果以市面上的價錢的話呢。 - 你在永和那個地段。 - 正常來講的話,這種。 - 六五十幾,對不對。 - 對,至少五字頭起跳。 - 五字頭。 - 你們要的坪數大概一千七百,一千八百萬。 - 對,然後我們看到那一間呢。 - 不到一千四,而且是有含車位的。 - 不到一千四,市價一千七一千八。 - 然後我就很信號,我就跟我老公說, - 欸,你看。 - 而且這樣離我們家很近。 - 因為它就是在樂華夜市附近。 - 附近。 - 然後是很好的裝潢。 -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, - 欸,你趕快這一間。 - 然後呢,好險我們就是認識了那個Michael哥。 - 然後我就請我老公把這一間傳給他。 - 接過。 - 我說,Michael哥,你覺得這一間怎麼樣? - 歐不歐。 - 他說,OK啊。 - 你那時候怎麼跟我講的? - OK,但是不正常。 - 怎樣?為什麼會不正常。 - 這個看單價起來就覺得怪怪。 - 所以一定有原因對不對? - 一定有蹊跷,這種價錢一定有蹊跷。 - 結果,Michael哥就幫我們查, -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。 - 我們就問了一下Google大神, - 就有空中飛人事件。 - 有人在上面表演過特技這樣子。 - 就剛好是那一個... - 兇宅。 - 那一個租戶。 - 那一個租戶。 - 那一個他那一戶的人家二樓。 - 然後剛好他就是得了憂鬱症。 - 然後因為他是租戶,然後他就上了上面,然後就跳下來。 - 所以他的那一間很便宜。 - 然後呢,我就跟Michael哥講,他說沒關係,他是租戶。 - 不是住戶啊。 - 而且沒有在室內。 - 不是,但是你知道嗎? - 他們就說,他們兩個的分析很特別。 - 一個說是租戶,不是住戶。 - 然後呢,另外一個講說,沒關係,他跳下來是跳在外面嘛。 - 那誰會跳在正二樓。 - 然後我就說,但是,你有沒有想過,這個人曾經住在這邊。 - 她可能會懷念自己回來住的感覺。 - 然後我就說,應該也還好,反正他不是在二樓裡。 - 因為我們看的是二樓嘛。 - 反正他也不是時代二樓。 - 是啊。 - 然後結果我老公就說,我老公說,因為他是住那裡。 - 然後他是生前,住那裡。 - 你會不會覺得怪怪。 - 所以我就說,就是。 - 沒關係啊。 - 有時候就是,因為我們其實,我說真的。 - 我們如果一般我們在滑網路的時候,看到了這個東西。 - 其實我們一定不知道說。 - 如果低於市價的話。 - 我們不知道這個物件是好的,不好的,有沒有狀況。 -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。 - 一定要問專業的人才。 - 像我們還好有認識Michael哥。 - 所以說我就趕快把資訊傳給Michael哥。 - Michael哥一看他就說。 - 這不用去查。 - 不用去查對不對。 - 我們就直接就是看了之後就。 - 這不用去查。 - 看這個價錢就不對啦。 - 對不對。 - 另外我有看591它有就是同,就是。 - 呃。 - 它是同個。 - 例如也是一樣34坪。 - 但是它的成交價格在1500萬。 - 而且是沒有車位的喔。 - 那是正常。 - 那是沒有車位的。 - 然後有車位的落在1800萬。 - 這個才要正常。 - 然後我就說,欸那這一間怎麼這麼不正常。 - 一定有鬼。 - 對。 - 就是如果低於市價的時候,就要去查說。 - 欸它那邊有沒有發生於事故或什麼的。 - 然後好險我們有認識的。 - 那所以我想問Michael哥,現在就是。 - 如果我們一般要看房子的話。 - 我們要去注重跟著重哪幾項東西呢。 - 注重。 - 對。 - 因為我很怕就是你看。 - 我們。 - 我老婆一看到。 - 一看到就不小心就看到。 - 差宅。 - 但是基本上房仲一定會事先告知。 - 這應該是要事先告知。 - 不一定喔。 - 哪有一定。 - 如果不是先。 - 兇宅才要啊。 - 兇宅才要啊。 - 可是那個也不是。 - 也不是。 - 掛在裡面啊。 - 所以那一間其實是不算兇宅的嗎? - 所以定義來講說好。 - 你覺得定義是什麼? - 住戶去別的地方。 - 去樓上跳下來的話。 - 這一間就不算兇宅。 - 兇宅定義很多種啊。 - 那你定義是什麼? - 你們定義是怎麼樣才叫兇宅? - 必須告知。 - 法律上的定義是要在屋內啊。 - 但是人心上的定義的話都算。 - 對對對對。 - 所以它勢必價錢會比較低。 - 是的。 - 那如果說像他們這種是租戶到樓上去跳樓的話。 - 這種算。 - 整棟我們都要告知吧。 - 其他戶也倒霉了。 - 所以說買。 - 如果我並不是買這一戶,我是買別戶。 - 但是你們一定要告知我們說這一棟樓有人跳樓。 - 曾經有人跳樓。 - 這個社區。 - 曾經。 - 對對對。 - 是這樣子的。 - 然後。 - 所以我買房子的話,就是不要選太大的社區。 - 因為人住了太多。 - 然後呢,所以說就是機率比較高。 - 誒你知道我還沒有。 - 這一間吸引我的地方是它頂樓有游泳汽。 - 對。 - 對。 - 然後我看到我整個就是非常吸引我。 - 然後你再講下去,人家就找到了。 - 哈哈哈哈。 - 就怎樣。 - 就很容易搜尋到。 - 然後麥可哥還跟我分享了一個案例。 - 就是他是一個醫生,然後他喜歡有庭院的。 - 然後什麼的。 - 那一間房子。 - 對。 - 然後價格也很先。 - 低於市價。 - 低於市價。 - 然後麥可哥就幫他查了一下。 - 結果。 - 一樣空中飛人。 - 就出事了也就是他剛好那一戶。 - 對。 - 然後醫生也就放棄了。 - 哦。 - 因為他就是剛好很合他的演員,就是。 - 他喜歡有庭院啊。 - 心裡還是會。 - 對啊。 - 以台灣人來講,心裡還是會。 - 如果是我的話,我一定沒辦法。 - 因為我就會一直幻想。 - 你知道嗎? - 我覺得你的演員又很愛幻想。 - 他今天呢。 - 我就一直幻想說。 - 如果說我這樣子。 - 這一部有這樣。 - 我半夜晚上睡不著覺。 - 我坐在客廳的時候,我會不會這樣。 - 他如果講說不要買好了,我很擔心。 - 他說不要買了,我很擔心。 - 我就連看都不要去看好了。 - 我覺得會有疙瘩在啦。 - 但是以我們差不多想要的價格來講,在永和是不是真的是比較難找到。 - 差不多一千二三左右,然後有電梯。 - 然後三房,然後最好是有車位。 - 不可能。 - 這可能要到很邊邊的地帶了。 - 或是你現在連公寓五樓都買不到。 - 連公寓五樓都買不到。 - 只能買定家。 - 因為我看到頂家有這個價格。 - 我想怎麼那麼低。 - 結果是頂家。 - 如果在永和區的話。 - 頂家現在可能都沒有。 - 永和還是買不到。 - 所以其實現在的資訊發達的話, - 其實看房子不容易去買到兇宅吧。 - 對不對。 - 基本上就是,通常你要看的話一定會。 - 要嘛就是房仲告知,要嘛屋主告知。 - 或者你去做一下功課一定會找得到。 - 找正常的有品牌的, - 比較資深的從業人員應該都會告訴你們這一些的。 - 因為他不想打壞自己的名聲。 - 對。 - 了解喔。 - 那那個就是我覺得啊, - 就是我覺得真的還好有就是Michael哥。 - 那就是像如果大家呢,對房事。 - 或是一些。 - 什麼房事。 - 就是像。 - 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想買房的話呢。 - 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, - 問問我們家的Michael哥。 - 我告訴你就是開放大家下面留言, - 有什麼房屋的問題想要問的都可以來問。 - 因為他其實真的, - 他幾乎從出社會開始, - 就從事房,就是房事業。 - 做到現在這樣子。 - 這樣子。 - 所以很多疑問都可以去問一下, - 然後了解一下。 -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聊一下這個凶宅的這種狀況。 - 其實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更多不一樣的主題。 - 到最後呢就是, - 不管大家是對房子想要買房, - 怎麼看房。 - 房子怎麼樣看, - 才知道說這個房子, - 呃,結構有沒有問題。 - 有沒有說什麼的, - 會漏水什麼的。 - 或者這個, - 反正因為房子有很多其其他問題。 - 因為我覺得房子是我們要住一輩子的。 - 我覺得我們買的, - 人生的第一間房。 - 對。 - 不能說第一次買兇宅就上手。 - 我想說我們要不要租第一間買兇宅就上手。 - 而且我還說, - 那不然他是1388嗎? - 我說不然我們跟房東開架說, - 那不然住999好了, - 希望我們可以住999。 - 也不錯。 - 然後結果我老公說, - 那你乾脆88好了。 - 我想說抱抱抱好像不太可憐。 - 重點是他如果說一講完之後房東馬上說好, - 沒問題。 - 沒問題。 - 那你是不是要買? - 算了,還是不要這樣好了。 - 好好。 - 好啦,今天就謝謝Michael哥,好不好? - 那我就聊到這邊。 - 掰掰。